剛剛主要改動兩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就是增加一個I這個變數 第二個是增加這個K這個變數 當然將來其實也不是只有這樣的改法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改法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最早我改的方式好像也還有用到別的方法 只是後來我發現最簡單的方式 尤其是這個地方的Range A1這個地方 其實最簡單就加一個K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初始值是什麼 然後把這個初始值先放 將來的話就用這個向下追蹤加1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讓它變動的位置 這樣的話其實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其實也沒有改動太多地方 另外的話其實有些東西還是盡可能 如果可以背得起來是最好 如果不能背起來 你可能盡量把它寫在你的講義 或者你的筆記本上面的某個地方 尤其向下追蹤這個很常被用到 盡量的話可以就是把它稍微再記一下 那這個做完之後呢 後面其實我們主要是希望說可以得到那個 最後的這個結果 是希望說能夠類似像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知道說它到底統計出來的結果 是在哪...就是說呢 比如說我將來希望得到幾個答案 包含就是說它的號碼機率是多少 然後排名順序哪一個最高 OK 那針對機率部分的話 那我們比較簡單就是說 哪個號碼出現的次數 除以它全部total的號碼 那就是它的機率 那當然你如果把它格式化 或者取到小數人的 也許到第三位、第四位吧 OK 然後機率 或者甚至你可以用 把一萬當成分母 OK 然後呢 來閱讀會比較容易理解一些 所以這個地方最後 那甚至呢 最好是說 因為我的最終需求是希望能夠 把那個號碼機率最高的前七名 幫我排列出來的話 然後甚至你可以把它寫成VBA 那更好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變動 後面我們再來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說 把這個做完了 那也看到最後的結果 那Ctrl向下可以看到 總列數的話是6167 所以如果假如你這個結果沒錯 那表示應該OK 但問題我們還要解決幾個問題 包含就是說 那第一個問題是 我剛剛這邊有提到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那個雲端上面 相關的步驟 需要解決有三個地方有問題 就是刪除多餘的欄 那個什麼呢 欄名列 所謂的欄名列指的就是說 因為每個page開頭一定是 有它的欄位名稱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假設第一個page有 第二個page也有 第三個page也有 OK 那所以如果我想要刪除這些資料的話 那該怎麼刪除 當然你們也可以想一個方式 用VBA來刪除的話也OK 那如果用VBA來刪除的話 我們可以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其實這個程式很簡單 就是 比如說你可以寫什麼刪除列 然後 假設我希望用刪除列來敘述的話 那當然你第一個 如果要解決這個 因為你用圖法鏈鋼來做的話 變成你要一個一個慢慢看 那如果你要寫刪除列的話 第一個你就是寫一個刪除列 那其實那個 我的需求很簡單 就是 for哪個範圍嘛 哪一列到哪一列 其實它有個很簡單的邏輯 就是呢 從第二列開始找 如果它的欄位名稱 應該是儲存格裡面 就是日期這兩個字的話 那就把那一列給刪掉 那其實程式大概只有四行 就可以完成這一件 所以 for i 等於 i 一樣是哪一列 第二列 到哪一列呢 向下追蹤的列 所以向下追蹤的列 其實上面有寫過啦 我就直接拿這個來 來直接複製過來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刪除日期那些的話 nets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喔 我就邏輯判斷 如果 因為我要刪除的規則是 它這個裡面的哪一欄呢 a欄 那哪一列呢 di列 所以你就打一個sales di列 我不知道哪一列啦 逗點哪一欄呢 a欄裡面儲存格的資料 假如是等於日期兩個字 所以我就打一個日期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呢 那我然後 然後做什麼 要習慣enter兩下 打一個end if 反正呢 慢慢習慣就是說呢 程式就是盡量有投 有投 有投 有for就有nets 因為這個也是還蠻常 容易犯的錯誤 有很多人會打for 但是沒有打nets 有打if 沒有打end if ok 不過啦 當然呢 如果你不要end if 其實也可以 就寫在後面 但是又另外一種寫法 我看乾脆 你不要記太多 反正你只要記著 有頭有尾這個寫法就ok 反正不要寫錯就好了 然後呢 把要做什麼事情 寫在這中間 所以你就是跟他講說 如果往下找 往下找 一直找到比對比對邊 如果呢看到有日期兩個字的這一列 所以呢 顯然找到的話 d應該是92 i應該是等於92 這一列喔 幫我把它刪掉 那所以呢 列嘛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到列 那你可能就要順便寄一個 列物件 叫raw raw的話是哪 剛剛有用到 raw的屬性 可是raw物件的話 加s 指的是呢 這個工作表裡面全部的列 那哪一列你就刮弧給他 哦 我要刪的是那個i列 所以呢 i 放在中間就可以了 做什麼事 把它刪掉 所以打一個點delete就可以了 那程式寫完了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程式執行完之後 理論上下面的這個列應該就會消失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如果我要驗證到底有沒有成功 一般習慣我會在那個 要刪除的這一行前面加一個中斷點 然後順便觀察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中斷一下 那試一下 知心 好 那它停下來 表示說有找到了 有找到的話呢 那我把游標放在i 我就知道說在第幾列 92列裡面有發現這個邏輯是成立的 為true 所以這個應該為true true 就是執行 那為false 就是裡面不是放日期兩個字 那就是跳過 就不做刪除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要執行 Rose刮弧92這行程式.delete 那你會發現 這行我按F8 你會發現剛剛的92列不見了 那底下的93列就地補上來了 OK 那再來喔 再按執行 好 那這裡一樣停下來了 它會告訴你說 喔 它在第182列的地方 有發現 所以182看一下 182 182 182 在這裡 OK 182是日期兩個字 所以呢 把182那一列給刪掉 所以按F8 這一列又刪掉 所以一樣的道理 所以它就是從 第二列開始 所以第一列一定是 日期一定要留下來 你不能說 喔我從那個forI等於1 那完蛋了 連最上面欄位名稱也會被刪掉 那不對 OK喔 Ctrl 字以下 那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就是把它全部跑完 然後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OK 好 那你會看到 這邊的話呢 底下的所有日期應該就不見了 所以底下理論上應該是找 你要找那個日期的那個重複列 也就沒有這個問題發生 OK 所以第一個的話 如果假設我希望 可以把那個第一個問題解決的話 那就是這樣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 我們如果說還有第二個問題 理論上我要的資料其實就是這個啦 那但是你會發現喔 因為格式的關係 它下來的東西 它把那個日期拆成三個儲存格 所以理論上喔 應該是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解決就是說 應該是要把 這三個儲存格 看要怎麼變化一下 那怎麼變化比較OK 你會發現它日期 它實際上應該比較正確日期應該是在這裡 就是在哪個儲存格 在它的 總共三個嘛 其中 第二個儲存格 其實就是儲存它應該的那個日期啦 包含年月日 可是它顯示出來的 為什麼只有月跟日 其實主要是格式的關係 所以你只要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日期裡面的預設值就可以了 改成預設的喔 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它就是OK的 所以理論上是不是說 我們可能需要 如果要改的話 應該就是第二個需求是 把這個範圍 其實理論有三個嘛 把它的三個裡面的第二個的資料 copy到上一個 然後呢 再把這兩列刪掉 因為這兩列是多餘的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要完成這樣的動作 那應該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當然 有很多方法啦 只是說我們想到 如果說要VBA解決一些 可能以前用塗法鏈鋼的方式的話 那大概就是這樣寫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刪除那個 這個 多餘的那個 就是 標題列的 標題 那個欄名的問題